固定住 固定好以后将杯子放入烤杯垫内 现在先来调节一下机器的压力 机器的压力可以扭中这颗螺丝来调节 一般压力调到将手柄盒上还没完全压下之前 这根手柄是垂直向上的这种压力 压下去是刚刚好的 现在我们打开电源开关 一般200就可以 按Modern键第二次 这个是机器的转运温度 一般我们选择360 可以按左或者右来调节 调节好温度以后 按Modern键第三次 这个是转运的时间 一般30到40秒 可以按左或者右来调节 调节好温度和时间以后 按Modern键 第四次确定所有数据并返回升温状态 机器升到200度的时候 它这个起始温度机器就会发出滴滴的声音 我们要按一下执行键 机器会继续往上升到刚刚设定的360度 然后倒计时40秒 现在机器倒计时即将完成 倒计时完成以后 风鸣器响起 我们按一下执行键 机器会停止响声 现在拿出杯子 如果是批量转印的话 可以放入第二个杯子 然后合上手柄 按一下执行键就可以了 现在先电源关掉 来看一下 印出来的效果